一名女子穿着红色衣服 红色裤子还染着一头红发 在一中间的服饰店 拿了一条裤子进到更衣室里面 接着把裤子放进包包 默默地离开店家 偷晚上一家再偷下一家 红衣女子洋装在店内挑衣服试穿 手法一样 最后都默默地放进包包里带走 她的袜子她是直接拿了就离开 然后裤子的话去更衣间 然后装在袋子里面才离开 这名女窃贼在闹区的 台中一中间商圈犯案 19号晚上就连偷了两间店 第一间受害店家发现窃盗行为 早就报警 随后女子还返回第一间店 假装要归还 不过警察就在场 当场逮捕女子 仍账俱获 满大难啦 因为就是不会在意检视器的存在 8月19号开始走 就调到8月6号跟8月19号 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这样子 总共就是三次 原来这一名22岁年轻女子是怯到惯犯 网路上也有服饰店业者 跳出来表示 女子曾在高雄的新绝江商圈 也是偷了好几件店的衣服 让所有业者相当苦恼 在警方侦查过程中 该名窃嫌自行返回店家表示 结账 远警监获店家通报之后 立即赶赴现场 并将窃嫌贷款所侦办 尽管女子疑似向警方辩称 没有要行窃 不过偷东西的过程 全被监视器给拍下 警方也将扩大侦办 调查是否有其他受害店家 三连希望你为止 你陪着台中采访报道